廖靖暉是一名小儿科医师 加入慈祭仁医会后 让他更加了解素食的力量 从而展开他的书行人生 2013年的时候 是我家慈祭成为慈祭的心经志工 我就陪他慢慢地 起先没有吃鸡 没有吃猪肉 直到2015年的时候 我陪着我孩子进人文学校 所以我上了一堂课 那堂课是讲戒的 也是讲到卢树的好处 那时候就发言 上台发言就卢树到现在 像上人在跟我们弟子们说 十寸无关 所以我就把十寸无关 时时刻刻记在行李 第一个就是寄工多少量比来处 就是盘点我们自己 就好像你看到一块肉 是不是指尖毫不犹豫就放进嘴巴 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是他背后 他是怎样来的 第二关是纯己得恨全缺因共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世界上有这样多的人都在饥饿当中 我们是否有为他们尽一分心力 素食都这么好吃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夹埃及那动物来 喂饱我们的肚子 第三就是防心离过 贪等为重 上人也没这个我们说 我们一天有三次做好事的机会 就是在卢树的时候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把握了 第五就是未成道业应受此时 就是说我们现在吃饱了 就是该走下一步了 提醒着我们要好好地为我们的下一辈子做努力 好像很多人说次数盖质不够 我们知道骨头里面有很多盖质 但是你拿那个牛骨或者猪骨去煮汤的话 一碗汤大概它的分量才9.2mg 假如是你信的话 一天需要1000mg的 你要喝上100碗才能到达1000mg的分量 其实很多蔬菜里面有很多的盖质 前500年的我们的医学之父 Hippocrates所说的 不悦而然的话 我们的商人也说了 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食物就是我们的药物 我们的药物就是我们的食物 它有复补的力量 就是说我们在吃一个食物的时候 不是为了好吃而吃 为了给我们防止我们饥饿 为了帮助我们身体修复